他是足坦五条杠和教练一起批评的全队 他纵身一跃,法典弹射 他就是本期球员推荐布鲁诺·菲尔南德斯 犹如Beefe别具匠心的主法典球方式 你很难找到像他这样几经臣服的球员 Beefe花了七年时间 由乌迪内斯的乌鸡变为曼车斯特的凤凰 从一以诺瓦拉起航 途经港口乌迪内斯·桑普多利亚 再返航葡萄牙体育 最终在曼联亭博靠岸 葡萄牙从不缺乏冒险家 从达加马、麦哲伦到菲尔南德斯 唯一不同的是有人寻觅宝藏 而有人就是宝藏 正如同他将球放在肚子里的庆祝动作 怀才和怀孕一样 时间久了自然会被人发现 27岁那年从一甲回到普超时 没人能想到这位冒险家竟带着普超最佳球员 队内助攻王、欧罗巴联赛最佳阵容等众多荣誉 重返五大联赛 而Beefe来到曼联的第一年 就迅速融入球队 英超东窗星云的历史最佳记录 甚至索尔斯克亚也说 大部分曼联队友跟不上他的思维 可上赛季的低迷证明了 他距离一只豪门核心人有不少差距 无计是变成凤凰还是打回原型呢 属于Beefe的下一段冒险 也有将开启 Beefe能力94 前插攻击手 Beefe的最终得分为9.2分 平均为双S